晚年多大派对大家快开玩 天上被地下跑前起百怪 东东剧头女女看上天出来 小妻儿陪我开派对 欢迎好的朋友大家一起来 太爱的悟空龙怪兽 欢迎大家就来到山巷里打开 晚年多大派对几个开玩 我们的年多大派对好精彩 今天要利用圆形来做可口的甜甜圈 需要的材料有 各色黏土以及粗吸管 来玩年土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优格姐姐 那今天是谁跟着我们一起来开 黏土派对呢 欢迎Vivi还有Vivi妈妈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利用圆形来做小朋友 跟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甜甜圈 首先呢我们先选择自己甜甜圈 想要的口味跟颜色 那就咖啡色啦 原味 原味 那我要粉红色草莓口味 我也要粉红色草莓口味 好 那看小朋友你们想要做多大的甜甜圈 你们就使用多一点的黏土 要用小的甜甜圈的去少一点黏土 那小朋友知不知道我们第一个步骤做什么呢 按摩 没错 小朋友赶快把你的黏土按摩一下啦 好 好按摩完之后呢就怎么样 搓圆 没错 好 开始搓圆啰 小朋友加油 看谁可以搓得比较圆 哇 大大的圆形 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表面呢 可以光滑一点 嗯 没错 让甜甜圈看起来就很可口 对啊 对 那小朋友如果呢 你们的手掌比较小 就可以像Vivi一样 我们可以摆在桌子上面 来帮忙搓圆 搓好了 妈妈也搓好了吗 好了 好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很好玩 手掌拿出来 手掌拿出来 轻轻地把它压扁 轻轻地把它压扁 不要太扁喔 要不然你在那吃甜甜圈脆片 我们要让它保持厚度 轻轻地 压 好 一边压检查一下 诶 这可以再压一点 再压一点一点 哇 柠檬葛的甜甜圈 真的是G500甜甜圈了 对 小朋友一起来压扁喔 轻轻地喔 一边压一边抬起来看一下 不够扁就再扁一点点 但是还是要让它保持一点厚度 好 那小朋友压完之后呢 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甜甜圈的轮廓 再把它用手指头呢微调一下 圆圆扁扁的 这样子呢我们甜甜圈的形状就大致上跑出来了 对 Fiffy 那这样子甜甜圈完成了吗 还没 为什么还没 因为没有中间抽到 对 小朋友呢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工具 我们用吸管 而且是这种粗的吸管 然后呢 要怎么做 抽出这个洞呢 我们就正中间在这边对不对啊 把这吸管拿出来 我们朝正中间 轻轻压下去 啾啾啾啾啾啾啾 好 然后呢 让它小心地穿过去喔 满满的 对 因为不要影响到你刚刚甜甜圈的弧度 然后呢 在这边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轻轻地转一转 然后呢 好 小心地把你的吸管拿出来 诶 诶 诶 圆圆的 小朋友甜甜圈的样子就出来了 对 那小朋友一起来试试看 用吸管 对准正中间 看好之后 嘿 压下去 压到底 慢慢地拿起来 好 承动 好 承过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转一转我们的吸管 好了 稍微微调一下形状 哇 这就感觉很好吃耶 对啊 这感觉就已经是草莓口味了耶 我们看一下Fifi的 哇 也已经完成了给大家看一看 哦 好漂亮的甜甜圈哦 但是呢小朋友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加上去 这样子的口味呢不够丰富 不够丰富啊 我们要再加上糖粉 诶 好 怎么弄呢 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因为糖粉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嗯 好 那我们可以先选绿色 或是黄色 红色都OK 糖粉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拿出黏土 手上像这样子搓圆 小小的 嗯 搓圆之后放在我们的甜甜圈上面 懂 懂 哇 就一点了 但是呢要有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优格姐姐在选黄色 也是一点点的黏土 好 像这样 哇 看起来就很缤纷了 好 那小朋友赶快拿起自己的黏土 帮我们的甜甜圈加上糖粉 没问题 开始咯 那小朋友我们赶快 加紧脚步 帮自己的甜甜圈 装饰各式各样 可爱的缤纷颜色 不知道小朋友完成了吗 赶快拿起来看一下 自己的甜甜圈长什么样子呢 好 给她看看我们做的甜甜圈 哇 看起来好好吃喔 我好想吃Vivi的口味 真的 而且有两个 那我这给你妈妈 那给我 你们要交换口味吗 交换口味 可以吗Vivi OK啊 好 那小朋友 你们的甜甜圈又长什么样子呢 赶快给我们看一看吧 好 拿出来看一下 不过我们刚刚呢 是利用圆形 做成很可口的甜甜圈 对不对 对 那圆形还可以做成什么东西呢 小朋友 欢迎你们发挥创意的时候啦 Vivi 圆形还能做成什么呢 我知道会可以做成苹果 哇 对耶 苹果是圆圆的 好 那现在就请Vivi 来教我们怎么用圆形 来做成好吃的苹果 首先呢 首先要拿出一点点红色的黏土 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Vivi 要把它按摩 哦 一样按摩 嗯 接下来呢Vivi老师 要把它搓圆 搓圆 圆圆的苹果 一边搓 可以打开看一下够不够圆 检查一下 那接下来呢 要做它的梗 梗是不是 梗 怎么做呢 好 要用一点点咖啡色的黏土 好 那把它搓长条 好 那一样先搓圆再搓成长条 那我可以把它搓成像这样子吗 有点长水滴的感觉 OK啊 好 再看小朋友你能不能想要搓成长条 或者是这种长水滴的感觉都可以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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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把你的梗放上去你的苹果上 哦 小心的对不对 嗯 轻轻的 放到我的苹果上面 哇哟 好 那有个姐姐要加上白胶帮忙 一点点的白胶 然后黏在苹果上面 嗯 黏进去 好了 好 那我们梗黏上去之后呢 Fifi 还需要树叶 嗯 那要用什么颜色的黏土呢 要用绿色 绿色的 搓圆来做叶子 好期待哦 对啊 把它尖尖的地方把它搓 哦 搓出一个尖尖的地方是不是 嗯 像水滴一样吗 不是长水滴 是短水 滴 哦 所以我们这边呢 吹一个短水滴出来 不要到很长哦 好 短水滴 所以呢 那这样子就好了吗 椰子这样子就完成了吗 要把它稍微压扁一下 好 稍微压扁一下 好 又跟姐姐来压扁看看哦 用手指头帮忙压扁 哦 黏在梗的中间 哦 黏在梗的地方 或者 Vivi我可以像这样子黏在这里吗 旁边也可以 像这样黏在旁边可以吗 我可以啊 OK啊 黏起来 像这样子吗 Vivi 是啊 哇 感觉好可口好多汁的苹果 对啊 好可爱哦 有叶子黏在梗上的 对 有叶子黏在苹果上的 那小朋友呢 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 独特创意的苹果 那我们刚刚呢 Vivi教我们 利用圆形 可以做成这样子 可爱 感觉又很好吃的苹果 还可以做成像这样子 的甜甜圈 那小朋友可以自己想一想 圆形 还可以做成什么有趣的作品呢 等一下 我们还会做更多的年度作品 千万不要走开了 我们的年度配对好精彩 接下来要做的是火车 需要的材料有 黏土工具 以及各色黏土 好 我们赶快来继续玩黏土了 不过在玩黏土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 是哪两位小朋友加入我们呢 在游哥姐姐旁边的是 欣妍 大家好 我是欣妍 在柠檬哥哥旁边的是欣妍 大家好 我是欣妍 我们现在就要做 啾啾 沾沾沾沾沾沾沾的什么呢 火车 好 那我们先选 我们自己想要火车身体的颜色 那柠檬哥哥选 那柠檬哥哥选 绿色 游哥姐姐选了 橘色 那小朋友呢 欣妍呢 蓝色 蓝色的火车 欣妍呢 粉航色 很适合你耶 好 我们一样呢 先拿一小部分出来 帮她按摩一下 我们要做的是火车的身体 按摩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搓圆 搓圆 对 欣妍做得很好 按摩得很好 好 那呢 如果你的身体做得很大一只的话 你的小手可能没办法 这样子 那可以放在桌子上面 也可以哦 搓圆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慢慢地把它变成椭圆形 椭圆形怎么做 同个方向 一直这样子 前后滚滚 前后滚 轻轻地滚 差不多像这样子 好 看一下 好像蔬菜哦 有没有圆圆滚滚 因为你刚好用绿色的 好像芹菜小黄瓜什么的 好 圆圆滚滚的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下面呢 轻轻地压扁 因为到时候我们轮子 会连在这两侧 所以呢我们下面把它压扁 轻轻地 用双手帮忙 轻轻地压 不要弄到太扁 因为到时候呢 我们上面再黏一层 还是会把它往下压 好 那这我们火车头的身体的部分 下部分 下面的这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来说上面的地方 再拿出你刚刚选择的黏土颜色 你的宽度差不多要跟你下面的这个火车头 差不多宽 所以到时候你捏出来 要跟它差不多宽 只是比它短而已 就会像这样子 只是比它短而已哦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 我们把火车头的上部分跟下部分呢 轻轻地组合 那你后面要留一些空间 这些空间呢 就是我们车厢的地方 好 都黏上去了吗 黏上去了 黏上去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车厢 那我们再拿出我们火车的颜色 我们捏下一点黏土 确定好黏土的分量之后 一样按摩一下 把我们的黏土按摩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圆形 变成正方形 把它硕形变正方形 像这样子用手指头 上面下面固定好 手指头另外两支 像这样子压一压 转一下 再压一压 哇 欣宇的正方形 好正方形哦 真的耶 好正方形好棒哦 好厉害 那小朋友你们的正方形都完成了吗 完成了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做车厢的窗户 好 那我们用白色 像这样 那我们要做两面的窗户 所以把它分成两等份 一样大 对 按摩完之后搓圆 搓圆之后其实步骤就像 刚刚我们做车厢一样 对不对 一样可以呢我们把它轻轻地压扁 在桌子上面轻轻压扁 然后呢再做出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出来 当然小朋友如果你喜欢你的窗户 是圆形的你也可以做圆形的 那我们这边呢就教大家 我们来做一个正方形的窗户 好 那就再放上去我们的车厢上 黏上去 像这样子 那另外一面也一样 窗户就黏上去了 好的 那现在我们一起把车厢摆上去 好 一二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叫来做我们火车 啾啾 会冒烟出来对不对 那它的烟囱我们把它做出来吧 一样用刚刚我们选了自己的颜色 那我们这边呢我们用 我们长条形的小小短短的圆形好不好 像这个样子 好 圆柱体的感觉 圆柱体的感觉 一样呢我们按摩完之后 把它小心的从圆形慢慢变成椭圆形 然后上面下面呢轻轻的压 那其实小朋友我们可以让它上面跟下面都是扁扁的 因为我们待会要再黏一片盖子到上面 看起来就会更像烟囱喔 这样子我们烟囱的身体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盖子 盖在上面的地方 盖子其实呢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比我们刚刚的这个烟囱 再大一大一片 就是要比它大喔 不可以比它小 放上去看看 好可爱喔 好像蘑菇喔 对啊 好小朋友如果呢你们的烟囱都加上盖子之后呢 把它小心的黏到我们火车头的前面的地方 小心喔 不要压太用力 因为太用力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火车原本的结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哇我们现在有烟囱有窗户 那我们现在拿出另外一种颜色 好我们来做呢火车前面的保险杆 保险杆的地方 对 好按摩好了之后搓圆 抽圆 接下来我们要把圆形变成三角形 那我们现在呢用手稍微像这样子 前面后面 两只手指头 好 那小朋友你们的三角形都完成了吗 完成了 好现在拿出我们的黏土工具 要帮我们的火车保险卡压上纹路 好 柯哥姐示范一下喔 用尖尖的地方 记得不要太上面喔 好 中间的地方 画一下 这边也画一下 嗯 一二三 像这样子 哇 好那另外一边也一样 把它翻过去 三 好 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嗯 好像那个骑士的头盔喔 对 都好了之后呢拿出我们的火车 把我们的火车保险杆 小心的 小心的 对好 嗯 黏上去 稍微把它黏上去 对 这样火车头前面的保险杆就完成了 哇 已经好像火车了喔 好帅气的感觉喔 嗯 但是看一下 小朋友们还少了什么 嗯 倾向倾向的 圆圆的 它这样才可以动 它这样还不能动 轮子 对 轮子 那我们轮子呢 用咖啡色好了好不好 好 那柠檬哥哥这边有个小技巧 跟大家大公开一下 哦 学起来 好 轮子呢 我们要做大一点的圆形 不要小小的 那差不多多大呢 我大概四个大小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如果你的轮子呢 坐着大大的 嗯 到时候我们火车看起来就会很可爱 很好看 大概要多大呢 要超出你下面火车头的部分 差不多这么大 我移动它一下 差不多这么大 哦 圆圆大大的 对 有没有 甚至还可以再更大一点点我觉得 所以小朋友呢 我们就要做 一边要做 一 二 三 三个轮子 所以我们总共需要几个呢 六个 对 要需要六个 好 开始吧 好 接下来的 另外五个也重复一样的动作 让它圆圆的 然后保持有差不多的厚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小心的把你刚刚做好的轮子 黏到火车头下面的地方 不要影响到你原本火车头的样子 好 三个都黏上去 好 期待我的火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 让火车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 学火车的时候都要这样 浸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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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墙吗 因为呢 轮子中间都会有个杆子 把它们连在一起 对不对 对 然后才会一起这样子 每个轮子一起动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 一 二 三 四 四个短短的长条形 把我们轮子中间的空隙 连在一起 四个喔 连结它们的杆子 四条 四条 对 四条 好 现在我们把它小心地 黏到轮子跟轮子之间 像这样子 好 其实呢 我们轮子和杆子这样 都黏上去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做完 在晚上的时候 灯 对 它前面的灯 那我们这边呢 用黄色的黏土 第一个步骤呢 在塑形之前 我们都先把它按摩一下 捏一捏 捏一捏 那灯 我们就把它变成像圆形的 捏一捏之后呢 搓圆 轻轻地把它压扁 你可以在手上压 或是在桌子上面压 这样子我们火车 才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照明 照亮 好 那么優格姐姐 把我的车头灯装上去 好 一 二 三 那小朋友记得慢慢来喔 找好位置 压一下 来 好了 哇 亮起来了 真的耶 好可爱喔 好小朋友 你们的火车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 好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做的火车 哇 花椰菜火车 哦 那我的呢 是 那你的呢 星妤 子弹火车 我知道为什么子弹火车 因为它前面这个呢 流线型 速度很快的火车 那星妤的呢 草莓火车 哇 好梦喔 因为它是粉红色的 对不对 那小朋友 你们的火车又长什么样子呢 小朋友 如果你们的火车都做完了 还可以像这个样子喔 在你的火车头后面 加上磁铁 然后呢 再做一个车厢 黏在它的后面 像这个样子 黏住了 那如果呢 你想要你的火车很长的话 你就做多一点点的车厢 没错 小朋友都可以发挥创意 再想想 还可以做成什么样子的火车 今天的火车好不好玩 好玩 下一次再跟着哥哥姐姐 一起来做更多的黏土作品 黏土派对 下次见囉 拜拜 今天的火车 还记得怎么做吗 先戳出一个 长长圆圆的长条形 再戳一个 短一点的长条形 做一个正方形的车厢 再帮它 做一个窗户粘上去 做出火车的烟囱 粘上去后 我们再做个 三角形排状器 粘在车头的前面 做出六个圆形 压扁的轮胎粘上后 再加上传动轴 最后做个车灯 就完成了 下一次要做的是玉米 小朋友赶快 准备好材料 跟着我们一起玩黏土吧 不会是玉米 有点来说